根据统计65岁以上的长辈 每13人就有一位失智者 时常传出有失智长者迷途的事件 在午期就有一位巴巡的老妇人 独自外出却迷失了方向 家人遍巡不着赶紧向警方来求助 所幸恰巧也有民众报案发现有妇人迷途 经过比对之后发现原来是同一个人 让家属是松了一口气 而清水同样也传出有老翁失踪的案件 还好在路上被巡逻的原警也发现 在警方的护送之下都顺利和家人来团聚 老妇人缓慢地从警车下来 女儿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名80多岁的老妇人晚间独自出门散步 却迷了路 家属心急如焚向警方求助 同时派出索业结获民众报案 发现有疑似失智的妇人掉落水沟 结获民众报案曾起巴巡失智的母亲走私 远警获报后及展开搜寻 另外在无期区的中央路一带 接获到民众报案称老妇人在该处休息 我们同仁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 该名妇人全身四大大 而且身体的虚弱 附近民众健壮立即提供棉被给予保暖 经过远警比对 确认该名老妇人就是通报失踪的长辈 在警方的护送下终于返家团聚 而在杀戮区 老妇白天出门到晚上以体力透支 远警立即提供饮水并待盘所安置 更名老妇家住清水 出门运动车忘记返家的路 迷途十公里来到杀戮 所信家属已有报案才得以联系指人身份 警方呼吁家属可以在长辈身上放置联络资讯 或到分局侦察队耐硬指文件档 让警方与民众可以更容易写住迷失人示反家 记者来以台中采访报道